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师 我们来看一题三角函数的题目 这个题目因为它单纯只有叙述 所以我直接帮你画一个图好不好 它说现在这边有出现了一个圆 来圆内现在有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个等腰三角形很明显的 这个长度是5 这个长度是5 来这个叫做A 来这个叫做B 这个叫做C 所以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我确定这两段长度是等长 如果往这边继续延伸出来 延伸一段长度 这段长度叫10 然后我把A连这样子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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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来这边连起来 比方问我为什么一直咻咻咻 这样比较有配音 这样比较不会无聊 来所以这边有一个10 好 它就很单纯 只给了这些条件 没有啦 它还有给一个啦 它说外接圆半径会等于多少 会等6分之25 好 我现在给你的这些条件 请问A柱的长度是多少 请问A柱的长度是多少 OK 来在解决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你首先要记得这种三角形球边角的关系 第一个你有没有看到外接圆 有呢 各位同学外接圆要马上瞬间反应 外接圆要马上瞬间反应 什么反应 就是正弦定理 就是正弦定理 OK 再来 第二个 我们通常题目来讲 有分成角多跟边多 如果角度条件比较多 通常我们会使用正弦 OK 如果边长条件比较多 这边我们会使用到的是余弦定理 所以到底要用正弦要余弦 你看这一题边长条件这么多 应该用的是余弦 对不对 那哇老师那很麻烦耶 没错 你先看跟A柱有关的是哪一个三角形 你可以写AC柱 你有没有看到 你也可以看成AB柱 你有没有看到 对啊 你看AC柱 AB柱都可以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用AB柱的话 来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 如果你今天想要用AB柱的话 你有没有一个基本概念 什么概念 你起码要告诉我 这个角度是多少啊 对不对 两边夹一角 求对边天经地义嘛 可是问题来了 老师 我现在没有办法求角B 啊没有关系 你起码有角A嘛 因为这两个角度是不是一样 我假设这个叫θ 这个叫θ 这个是一模一样 对啊 我们可以使用到正弦定理嘛 来 所以开始 第一个动作 根据正弦定理 这个叫做A比sineA 我不要写sineA 我写sineθ 会等于两倍的外界缘半径 这个叫做6分之二十 所以我马上可以得到sineθ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五分之三 所以这个sineθ是五分之三 那这个sineθ是五分之三 那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 所以来 所谓的 呃 这是第二个动作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因为我们等一下使用到是cos嘛 因为A珠的长度是这一端 对不对 它会等于两股平方和 扣掉两倍的两零边 再夹一角 cosb 所以所谓的cosb 它根本就是cos的多多 这里是180度 扣掉两倍的θ 这个时候使用到角度的画解 即便偶不变 正负看向线 来我直接不浪费时间 我们变成负的cos2θ 来现在题目是给你sine 所以你要用有sine的那个公式 所以变成负的两倍 cos的2c答会等于 一再扣掉两倍的θ 一再扣掉两倍的θ 所以答案就变成负的 一再扣掉两倍的θ θ这个叫做二十五分之九 变成负的 你看哦 这里是二十五分之十八嘛 二十五减十八多少 七 所以它变成 二十五分之七 没错 这个是你cosb所看到的答案 这是你cosb所看到的答案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今天做一件事情 很错的事情 你看哦 cosb是负的 所以这个角应该是什么角 这个角应该是钝角 但是不重要 我们画个略图而已 OK 那最后我们要求a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真的开始求a珠咯 好来 所以我把这里插掉 来各位同学 你要记余弦定理 其实并没有很难 当然你也可以去我的频道里面 搜寻一下余弦定理的影片 但是余弦定理 它其实就是一种广义的避世定理 如果今天夹的角不是直角怎么办 夹的角是直角很简单的啊 就是a平加b平等于c平 如果夹的不是直角怎么办 此时你就把a珠当成斜边平方 会等于什么 两股平方和 叫做五平 再加上五加十是十五平 扣掉两倍的两零边 夹一角 夹cos的 来这个叫cosb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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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那我们可以算一下 5的平方是25 15的平方 225 这边多少 这边是10 这里是150 这边再乘上 来这里是25 五分之 负7 好咯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约分一下 来如果这里是25的话 那我们这边会习惯写6 来6742 负的42 变成加上42 所以这边变成250 这边再加上42 所以这边答案是292 但是这个并不是答案 为什么 这个是平方的答案 来所以我们要算的是a珠的长度 它就会等于 根号的来这里是292 这个可不可以提出来 可以 它可以提出4 对不对 就会变2 来4728 4312 所以答案就是2 根号73 所以碰到这样的题目 数甲同学 你特别要注意一下 ok 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 多看几次哦 拜拜